趨緩 泰國衛生部也將新冠肺炎降級成受到監控的傳染病 也就是說呢 這個衛生官員不再有權力要求接觸者隔離 而在美國的部分 因為有高達95%的民眾 已經接種過疫苗或者染疫過 CDC也更新了防疫指南 在建議隔離 保持社交距離等措施 對外民眾如果想知道說自己到底有沒有染疫的話 美國的FDA也建議大家要在5天之內進行3次的篩檢 而非只做1、2次 採取消口罩禁令讓娛樂場所恢復營業 泰國公共衛生部預計從10月1號開始 要把新冠肺炎從危險性傳染病降成可以受到監控的傳染病 等於是跟流感登革熱同等級 衛生官員也不再有權力要求病患或接觸者必須隔離14天 美國也因為有高達95%的人口都打過疫苗或者曾經染疫 美國CDC也不再建議民眾要保持社交距離 接觸者不管有沒有打過疫苗也不用居家隔離 但應該要戴口罩10天並在第5天進行篩檢 台灣能跟進嗎 其實有一半的人還沒有經歷過真正的感染 可能台灣這一道銅牆鐵壁還打得不夠堅實 目前B1.5來的時候會讓我們經歷過B1.5的抗體效價降低 還是就維持目前狀態不要再更鬆 前段五國即將面臨B1.5疫情防疫措施都不宜再放鬆 而根據美國馬州大學一份最新研究 如果對無症狀者進行三次間隔48小時的快篩 會比這三天內做兩次篩檢的準確性更高 也就是說如果是第一次快篩因又持續有症狀 就可以在48小時後再篩一次 另外如果是首次快篩因沒症狀但有過接觸時 則建議每隔48小時做二三次採檢或者考慮PCR 病毒它的上升與下降其實未必是跟線性的關係 有時候可能是那個緩緩的上升 結果過了段時間才開始抖身 要檢測出陽性的話可能隔48小時來量測會是比較好的一個 其實頻繁檢測不一定就能驗到陽性 還是要抓對採檢時間才能得到正確結果 記者 今天許修銘特報道